谁不回去按照相关法律严格办理 报告马市长 您一会儿是一个法律的专家 您一会儿是人道的宗教家 这两个角色在落实公共政策的时候 会造成你的政治人格的分裂 回溯到当初SARS和平院封院的时候 我记得有人从进去里面上个厕所 听到外面说被封院 他就出不来了 就出不来了 那也有在外面的医生说 我为什么要被你点名回去这个医院里面 造成很多社会意见上的争议 那时候马市长说防疫四同作战 谁不回去按照相关法律严格办理 报告马市长 您一会儿是一个法律的专家 您一会儿是人道的宗教家 这两个角色在落实公共政策的时候 会造成你的政治人格的分裂 我没有任何的恶意 你的操守在台湾经得其检验 但是在这次的相关表现 我那个烂脸书 我昨天写一篇短短文章 稍微念了你几句 其实大家还蛮肯定我的观点 这不是骂你 我心里做什么事 但这里面有些地方 或许不是那颗大大水汪汪的眼睛 你看到是真实的面貌 可是你就觉得很奇怪 像黄志贤赵绍康 还有马英九总统 还有罗志强 他们的讲法里面 每一次都要跟中央唱反调 那变成国民党 心里带来这些年轻人 他们认为说在这样子民主洗礼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知道说防疫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防疫 为什么民进党的支持度可以这样增加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稳定 这个稳定非常重要 你说是谁的功劳 我觉得不是谁的功劳 是面对这个疫情的第一时间 我们做对了一件事情 第一时间苏贞昌 他说口罩禁止出口 当时大家还记得 马英九总统在他脸书怎么讲的吗 甚至最后有马办声明说 你要注重人权 你这个口罩进口 怎样怎样 我们是供应给中国的时候 可以照顾到他们怎样 结果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韩国出口 送给中国200万个口罩 结果现在我们看到韩国 就像玩贪食蛇一样 等一下你可以看那个画面 ABC新闻的画面 风风相连到天边 每个人都在买口罩 当时如果苏贞昌不做这个决策 今天我们台湾社会 这个口罩的缺量会更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口罩 生产量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大利 他把十年的库存都拿出来用了 所以当时一个决策被骂惨了 可是最后证实这个决策是对的 所以民进党可以得到这样支持度 我们可以看到 他跟马英九的对比 在国民党当然是说 他不是全部的意见 可是不可否认 他8年执政当过台湾的总统 所以他还是会把 跟他国民党挂在一起 结果我们看到武汉包机的问题 他一直在讲儿童人权 他一直在讲这个人权问题 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白血病的这个病童 最后政府还是透过任何的方式 做了沟通 让长龙有办法去把他接回来 这就是私下政府在做的努力 这个民众绝对是看在眼里